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玩家问 国内目前这么多款式的巫师刀架我应该怎么去选择 虽然说价位上它不一样 但即使一分钱一分货 我们也想知道它究竟有什么差别 现如今猪肉都三四十亿斤了 我们少吃几顿肉 搞不好就可以入手我们心仪的巫师刀架了 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研究一下市面上目前现有的巫师刀架 包括国内一些刚出的品牌 以及目前最多人在使用的U-U Skater的撒果刀架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欧美的品牌 包括巫师鼻祖 威尔Skating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 目前巫师刀架它所适配的上鞋分成三个系统 一个是最为常见的高低价 另外一个就是欧美比较流行的UFS系统 那么它的特性是在囤等轮车大小的情况下中心会更低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Crosslight它们自己家的三点式的系统 那么这三个系统通过转换垫片可以混用不同系统的刀架 例如高低价刀架可以用在高低价上鞋和三点式的上鞋上 UFS刀架可以用在高低价和UFS上鞋上 而三点式的刀架目前只能用在三点式的上鞋上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刀架的材质 目前公开刀架材质的只有U Skater的撒果刀架 它使用的是7000系列航空铝合金材质 那么从实物对比上相对于其他品牌的刀架 撒果刀架确实表现出了重量轻硬朗等7000的特点 至于其他品牌的刀架材质没有公开 所以大家只能盲拆了 那么从配置选择上 4轮的有4×84、4×90、4×100、4×110 那么这些轮子大小以及刀架的型号主要是为了适配一些不同码数的上鞋 也会根据你个人的玩法和一些风格去进行选择 一般来说巫师滑形是灵活、速度和稳定性坚固 所以并不是刀架月转也好 过于灵活呢会比较压任很难做一个完整的转三 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说到 那么通过不少的玩家亲身反馈呢 我汇总了一个推荐表格 可以提供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那么34码到37码可以使用4×84或者大一击 37码到42码可以使用4×90 那么41码到45码可以使用4×100 45码46码以上可以选择4×110 力量比较大 喜欢高速度的可以选择大一击 那么有一些刚入门巫师滑形的玩家呢 总担心刀架太长 但是呢短刀架又做不出来巫师的那个味儿 所以我们就需要更长的刀架来走的 而且巫师刀架的设计呢 是刀架越长转动性反而越灵活 这也就是巫师刀架的魅力所在 此外撒口巫师刀架呢 在高低价的4轮配置上 都有兼顾大三轮90 100还有110 同时呢也有长距和短距的两个模式可以切换 这个呢也是方便国内巫师滑形的玩家 可以兼顾日常刷接和长刷 那么对于日常玩法多样的玩家呢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重心 不管是不是巫师刀架呢 低重心永远是王道 否则以低重心为核心的UFS系统 就不会在欧美FSK极限圈那么盛行 那么低重心呢让我们的跑跳都更加的随心所欲 转体落地呢都会更加的稳定 似如巫师刀架呢 同一系统下各品牌的重心呢 相差没有太大差别 相差一两毫米呢这里也不提了 吃饱点体重压上去也差不多 脚感上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呢都是在工业设计的限制下尽量做到最低 但以VR Skating为代表的UFS系统呢 重心就是比其他系统要更低 包括了Uskater的Sago UFS刀架 还有欧美一些品牌的UFS巫师刀架 在刀架系统的优势下即使为了前转发力 后跟会有不同程度的抬升 但整体重心依然比高低价3.4 倒架低了6-7毫米 这个高度呢是可以明显在滑行中体验出来区别的 特别表现在呢跳跃转体落地急转等方面 所以如果你用上了UFS上写呢 一般很难再去选择使用高低价或3.4的上写了 我们再来看巫师滑行的专项款五轮巫师倒架 我们暂且呢不说UFS系统天然的低重心的优势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五轮巫师刀架 一般是5x76和5x80 重心呢会根据轮子的增大而增高 而Sago的5S呢是特殊的存在 它为了进一步的降低重心而采用了4加1的配置 将第二个轮子呢缩小为了72 这样呢让刀架的整体高度又降低了8毫米 高低价的重心呢做的比UFS的还低 这个也成为了Sago刀架在全球众多物质品牌中的一大特色 上脚5S呢你会发现重心非常低 刀架轻便比较容易出动作 滑行稳定性呢也特别好 这个在对比其他品牌高低价5日刀架呢 重心区别呢就更加明显了 即便是用来野阶FSK都会比较轻松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物质刀架的重点也就是弧度 这个可以说是各品牌的商业机密 那么很多品牌呢都没有公开它的弧度的数据 通过目测呢我们也很难发现各品牌刀架上弧度的差别 但通过收集各路玩家对刀架不同的反馈 特别呢是同一个玩家在同时使用几个品牌巫师刀架的对比反馈 目前呢市面上的巫师刀架大体分为两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是目前大部分品牌刀架使用的大落差弧度 呃表现在五如五式刀架各个轮机间的落差会比较大 大多在一点五到两毫米的落差这个设计呢会让旋转的灵活性更高 呃在一次发力的旋转上会更加容易很多玩家呢一开始踩上去会感觉非常灵活 像香蕉轮一样而地面反馈的力量呢主要在第二和第三个轮子上 这个设计的好处呢在于容易一次发力做旋转动作缺点呢是比较难压到完整的刃 那么旋转的过程中呢容易卡顿做巫师划型的连招呢也会困难一些 第二个类别呢是中等落差弧度表现在五如巫师刀架各轮机之间的落差呢比较平缓 基本上呢在1到1.5毫米不超过1.5毫米的落差 目前呢我在Sargo和Vider Skating的刀架上感受过这个类型在一次发力的旋转上呢没有那么灵活 上脚脚感是不容易转起来的反而是在旋转前的压刃滑行时可以压住刃连续自然转扇 整个过程呢地面反馈的力量主要在前三个轮子上面给连招呢提供了更好的滑行稳定性 个人认为这种滑行感觉更加适用于巫师的专业玩家 所以呢巫师刀架的长度并不是决定性数据但巫师滑行不是越灵活越好 其实重心的高低和弧度的大小才是巫师刀架的关键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在选择巫师刀架的时候能有所帮助 视频中有未提及到的知识点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 OK我们下期再见拜拜